好 自偽確實是有朋友真的發生 爆錯小孩 對 所以我看到 我當然是覺得 我覺得誇張的地方是 他可能還問了小孩 但如果你沒有看小孩的臉 就是代表你不專心 因為很多人 他 不好意思我插個話 因為我太太以前是日間部 夜間部都教 所以小孩也是我去接 小孩你一定會看看 他有沒有受傷 通常 東西會拿起 孩子到底有去弄胸嗎 還是怎麼樣 你總是要檢查一下 哪有可能都這樣 急忙當中一定會出錯 我這個朋友 再來小孩一整天沒有看到你 他也會 他會自己嚇嚇 他會自己嚇嚇 爸爸今天話說什麼 孩子在說什麼 然後再來他是看爸爸來接的時候 他一定會衝過來 對啊 那所以我們是不是非常清楚 因為是看新聞 不知道嘉義這個例子 他真實的狀況是怎麼樣 只看到就是接錯小孩 老師打去說穿錯鞋 然後才回來 然後跟阿公阿嬤發生 老公阿嬤說 那貨媽給他掛不定 對啦 號碼掛錯了 因為是第一天 對對對 後來那個媽媽去報警 可是像蘇律師講 因為這爸爸沒有翻譯 他不是故意的 所以就是沒事 那我這個朋友是 你知道他那一天剛好是萬聖節 幼兒園都閉嘴閉嘴 就是要叫你cosplay這樣子 所以那你知道你去店裡面 買的那些衣服都差不多 大同小異 他是兒子抱成女兒 他是抱成女兒回家 要回家這樣 那但是他跟我們講 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到後來的時候 後面就有了 好像是這樣的結局 你知道怎樣 因為他很急著要去接他的小孩 要再去接他的太太 那因為他太太是就是出差 然後坐高鐵回來 他要去高鐵站接他 那因為你知道接放學接下班 那個時間是最篩的 所以他不想讓太太等他 那他前面 因為有一個會議已經耽誤了 比方說小孩他本來打算三點半接 都跟老師講 可是他四點多都還沒有到 到那個幼兒園 所以他很急 到的時候呢 就是已經注定接老婆是遲到了 那我是不曉得他太太會怎樣 那我太太如果我遲到了 那是會不開心的 所以我們通常都不希望讓太太不開心 所以就很敢很敢 他到的時候 他那天就記得老婆有交代他 因為他們家是老婆送送去學校 老公去接放學這樣 所以夫妻有分配 他老公老婆有傳照片給他看 老公你的兒子今天是打扮成小小兵 小小兵仇上還戴一個那個蜜蜂的帽子 我想說小小兵為什麼要戴蜜蜜的帽子 搞不太懂 反正就是全部都黃色 對 所以他就看照片說 他兒子今天打扮成這樣 所以等一下到就是抓小小兵走就對了 結果他一進去那個幼兒園 因為老師就是那時候 正在接送上下學 都很忙 他就看了一隻小小兵躺在外面 坐在外面 因為他有跟老師說我要來接 你就先把他帶到門口 我一來就可以帶走 因為我很敢 那天剛好有禮拜五 書包什麼都拿好 我就一上車人就走 結果他給人家遲到 我們老師當然要處理其他小孩 就看到一個小小兵躺在 已經睡著了 因為臉包成這樣 又閉著眼睛嘛 他就一看就就把他帶走了 身上有背水壺 然後背著小布就把他帶走 然後帶上車就放在那個安全座椅綁好 然後趕快速度油門吹了 要去接太太 開走十分鐘之後 他想說這個小孩突然醒了 就哭了嘛 哭了奇怪 這聲音怎麼跟我兒子不一樣 一回頭完蛋 接錯人了 你知道接錯人 他心想死了 第一絕對遲到嘛 但是你現在不去換小孩 被老婆發現死得更慘 趕快掉頭 那個油門給他吹下去 結果這段哥你知道他到的時候 就是學校還是一陣忙亂 他就遠遠看他兒子走出來 也是一個小小兵 就左晃右晃爸爸去哪裡了 他趕快把那個 他說他還塞一顆糖果 給那個小女兒吃 口袋隨便塞 希望他不要哭 然後趕快把他帶進去 換換小孩這樣 天無 人不知鬼不覺 對 人不知鬼不覺 除非人家看監視器畫面 他就趁慌亂的時候 看到兒子跑出來 趕快把那個女孩丟回去這樣子 然後把兒子再接回來 然後假裝沒事再走掉 所以他太太有沒有發現 他沒有 他太太都沒有發現 這個是大概十年前的往事 希望那個嫂子不要看到這個節目 我們揭曉隨時要帶個糖果 對 所以可以不要 犯這個錯誤的時候 可以就 散他嘴巴 不然你如果把他帶進去 他一直哭怎麼辦 那也還好人家家長也還沒來 因為他提早去接嘛 所以所以他跟我們講 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是覺得 我們也是覺得你好扯 可是你想想看 當你在很急 很慌的時候 真的忙中容易出錯 可是我這邊想補充 現在可以想 可以 我要補充就是那個剛剛 那個蘇律師的太太 蘇太太的那個做法 做法 家教 我強調家教重要是 那家教裡面有包括儀式感 也有包括讓孩子 就是跟家人在互動的時候 有自己的密碼 你懂我意思嗎 所以除非是你的父親母親 你就是不能跟著別人走 對 陌生人給你糖果 你不可以吃 你看那個 我們在那時候 我在紐約修那個心理學的時候 我們做過一個實驗 就真的你知道來回走幾次 一群小孩子在那邊 不管他連你小小孩子差不多幼稚園之類的 你來回走個六七次 你去的走過去跟他說 嗨 哈囉這樣幾次以後 你給他東西他一定吃 你要帶他走 他也給他 他覺得你很友善 我的 這個是老故事的 我的小女孩被綁架的時候 在幼稚園被綁架 沒有被綁成 把他放回來 這是在菲律賓特別 那個 警方說這是奇蹟 就因為家教好 因為你準備給他綁票的時候 你記得這個故事嗎 那就不要再講了 沒有啦 老師你講 沒有關係 老故事先講 溫故之心 你是說什麼 他是 他要去綁架 他是練的是華語學校 那寧靜而已 要綁的是A 那我 譬如說我女兒練的是A校 他要去綁的那個 那個華人的小女孩是B校 結果他那個司機 菲律賓的司機就不知道 就只負責去綁而已 就知道怎麼樣 他就跑到B校來綁 都是華校 所以就都華僑學校就進去了 結果因為菲律賓 跟我們的生活型態不一樣 他們比較像西班牙 歐洲 他們有吃點心的時間 那因為在我們家的家教室 你吃東西 一定要問所有的人 一定要像日本人就說 我要開始吃了 不好意思 我要開始吃 對 一定要這樣子 那因為他那個 他那個綁匪他們跟他講說 這個小女孩很凶 很壞 會跟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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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要記得用網子 繩子 把他綁 所以他都穿好了 布袋都穿好了 準備要對尾 結果他帶我女兒到他車上的時候 我女兒居然從那個包包裡面 拿出點心要吃 然後就是把手帕 鋪在他自己的桌上面 然後拿出來就問他說叫他 叫他叔叔 叔叔我要吃點心 你要不要跟我分享 那完全不一樣 他說不太一樣 他說這不是我要綁的 因為他們說那個很兇 會跟他 會跟他什麼 結果他問他名字 然後問他說你家在哪裡 然後才知道說錯了 可是通常綁匪不會防人 他就乾脆撕票 或者就是依照孩子跟你講的東西 去跟你勒索 勒索 或者幹什麼 但因為孩子他那麼小才小班 他也不知道地址在哪裡 可是他就 他就認為說 他跟他說 你們家今天司機不能來 所以我來載你回家 所以他就跟他上去 那就這樣子救他一命 可是我因為孩子會害怕 所以一直這個故事 一直等到他們練大學 我才告訴他們 曾經有各自的國家 家教可以救命 來 我們先休息一下 警告告 下面今天司機要報告